好了,AM730博弈论 今天我们继续讲特朗普连任的迷思 周显,其实上次我们原本已经跟读者讲特朗普 但你拉了很远,风筝我还未扯得到 是的,风筝经常放到很远,就失去方向,剪了一条线 我尽量帮你收,周显,回来 有点背景的资料,就是特朗普 如果你相信民调的话,现在特朗普仍然在很多不同的州 落后四至六个百分点 但如果你拿回上一次大选的状况去看,就不是这一回事 因为上一次大选,就算是希拉里,之前说领先 最后都在很多关键的摇摆州输了 其实有很多人,或者不要说人 其实《探人事报》之前也做过一个调查 就说特朗普是唯一一个总统 是他没有overpromise 他的政策是多过他之前想做的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正面的消息 你觉得是不是? 这个我就不觉得是特别正面的 当初在几个月前那些人叫我说哪个赢? 我说当相距太远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批评的 但现在已经是相距一个月了,大约是 我想我们可以作出,这个应该可以批评到 暂时来说,应该都是很接近的 因为大家两个都是死战来的 其实他们那个国家撕裂的状况 他们的撕裂的状况和香港不是相差远 因为我上一集讲了这么多东西 就是说是白人和黑人的一次死战来的 就是是最后一次死战来的 就是白人知道自己退无死所的 尤其是死穷的白人 但我主要是去招来一些穷的白人 那些穷的白人已经觉得 为什么那些黑人都生活好过我们呢?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privilege呢? 为什么他们说,比如说入学有privilege 所有的东西就是计分,入学计分有privilege 所有的东西你们都就着黑人呢? 要么就是公平竞争,没问题 整件事是一个种族的问题 和一个都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已经去到没得慢了 而且白人的生略率太低 因为他本身大家都觉得 如果他输了这一场仗 我整个种族 整个代表的利益团体 已经没得够了 因为拜登代表的那些是全球主义的东西 全球主义其实就是如果他这样做法就是 我看着白人的domination是死的了 但问题就是只要我那个意识人体存在 而且大家舒舒服服地去做 不要做一个这么辛苦的一个斗争 会比较舒服些 所以出来大家 我想真正的关键是 不是在谁赢谁赢谁赢 是在第一有没有十月旌旗 会不会有一些很大的事件 就是如果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没有得 以前的时候 美国政治和香港政治不同 就是美国政治是一个 很重的 但当那样东西 如果输了那个人 是 winner takes all 的时候 那个loser 就一定会出谋招 现在问题就是谋招的问题 你觉得有机会 好像这一两天的人传 就是说特朗普对于 是不是真的和平交接 就好像答得不明确 没错 是每一样东西 都会出现谋招 譬如说假设可能10月的时候 华尔街突然之间 跌了一万点那你怎样呢 这样啊 一万点就好像太夸张 不过上个星期我都很害怕的 是 它要是最后几天 最后两个星期才跌 那跌一万点的意思 就是 不太夸张而已 今天还是跌了多少 是不是 今天还是跌了多少 那你可以计算 如果 或者是 可能现在你那个是 BLM 刚刚又死了 那个Beyond Beyond Trader OK 接着之后 再有一大堆人死 已经开始射警察 或者什么 假设那些 其实是 所有的招数 假如用了出来的时候 就是问题 不是在正式选举那裡 是在矛招那裡 或者输了那个人 又不认账 然后甚至是 特朗普说 我现在就禁了拜登 他其实是不行的 他救了拜登 算是不行的 但问题 他现在这样说的话 我看一个评论 他很好笑的 他说他不停去 拜登痴呆 老人痴呆 很多花名的拜登 又说他是DEEP Joe 那样 但是我想说 现在看到的形势 就是 我不是说 就是看前一步 而是说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 就算这一届 真是比拜登赢得好 其实没有什么疑疑 因为你看回大家 就是好像打牌 如果你本身拿着一手好牌 其实你还可以慢慢看着局面打 但是民主党就很明显地 其实你说如果这一届 哪个人都好 下一届我数得出的 有公众知名度的共和党人 有副总统Mike Pence 有现在的国务卿龐佩奥 甚至乎 其实之前的联合国的代表 例如Nikki Carey 好像是 克里 再加上 其实还有 因为之前的 参议院领袖 Ryan 其实说退出政坛 但是 其实说退 基本上如果特朗普不做的话 我想他回到美国政坛 应该的机会也不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特朗普的女儿 Ivan K 即是那个名将背出 我这样数 反过来我数那边 我数到哪个呢 我真的数不出有些什么人 他这次 何锦丽这个 副总统人选 其实都是 在加州 不是说 没有一个 所谓 全国性的行政经验 只不过在一个州里面 一个司法的系统里面 那我再数了 其实如果你数到 Lancy Pelosi 这个佩洛西 那已经 基本上我都 可能我真的认识人少 但是你说 民主党里面能够 就是有 所谓全国性知名度 其实已经 未必一定这么多 你看回今次 其实他们出来选的 仍然是 桑德斯大家是 最多人认识的 和这个Joe Biden 其实已经是 看到 两个最多人认识的 都是七十岁以上 我想要这样 是一件事 就是 美国的政治 因为它会比较成熟 成熟一点的政治 就是一个机器 就是说 克林顿出来之前 你知不知道 谁是克林顿 奥巴马出来之前 你知不知道 谁是奥巴马 奥巴马就是奥巴马 可以赢给希拉里 希拉里 大家都知道 希拉里的名望 比特朗普的女儿 只高不低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 美国政治 我们不可以 只能看 你自己知道这些牌面 因为它当年的 选举机器 正如 正如当年的时候 在2014年之前的时候 在香港政治上 大家说 李柱米人又老了 大家又怎样 你不知道 它本身已经有一个 民主派 它旦有黄之锋出来 你出来的 它旦有黄之锋出来 旦有黄之锋出来 旦有黄之锋出来 它旦有黄之锋 它旦有黄之锋 就反而有利益 它旦有黄之锋出来 新人可能更新鮮 更好些 就是当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那部机器 你问 ripple 机器 究竟是怎么样 你能够议 选顾到一个新牌子出来 那它们 民主党绝对是 就是你并不可以看台面 正如 正如当年的时候 奥巴馬 solomon 他无端会选顾一些 人出来 不是我们 你的知识 知不知多的问题 而是 那件事是超越了你知識的 即是一定要有一些 event 或者有一些大事件 它自然會有的 它自然會發生 因為它自然會 等於當年的時候 它自然會把奧巴馬出來 所以它除了 但是如果那部機器毀壞了就沒有了 但是民主黨那部機器還在 而且民主黨因為它玩這件事 它的選民基賽是越來越好的 這個就是選民基賽是好的 因為民主黨的人說民主黨是基本支持者 而國防港武是無知少女 無散階級 知識分子 小數民族 女人 這是民主黨是不是 民主黨 現在就是民主黨 它那些東西 因為小數民族那些是多了 無散階級那些沒有錢的人 即不是計算白左的沒有錢 那些或黑人那些一直是多 有幾個基本因素是多了 所以這就是共和黨 甚至是共和黨的大極右派 他們覺得很不舒服的地方 不過這樣 周顯的立場 我不是完全不同意的 只不過就是 克林頓 其實當時他選的對手就是老布殊 然後去到奧巴馬的時候 他選的對手也不強 就是這個 糟了 我說到後面 我忘記了 那個退役 我知道 那個叫做 很老的 老兵 什麼 大家都說得後面說不出 沒關係 克林頓 對 克林頓 對 克林頓 而兩次 其實我的感覺都是老對身 這個狀況就令人感覺到 需要一個新的轉變 如果未來四年 我自己有一個挺大的預感 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 已經有一個比較主流的共識 一個美國大家都想 美國或者上下都有一個想做的 一個達成的 譬如 現在你看到特朗普 去到美國優先 很明顯地就是 這四年以來 其實都在美國國內 其實那個人氣是不太下跌的 你不會覺得 但不會很多人覺得他做得 如果不是疫情 就算他贏了 是的 所以你說 未來 如果我們再跳多一屆去看又怎樣 這個確實就 沒有說誰是對還是錯的 最重要就是大家有得討論 好 這一次的博弈論 跟大家談到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 begged